哈喽,大家好,我是普尔文 今天特意起了个早 带大家过来看一下义武的云海 等一下我们就直接上义武瑶竹丁家寨 去看一下湾公古树茶 我现在已经到了瑶竹丁家寨下 这里产的茶就是有名的义武湾公古树茶 其实湾公茶的采摘有两个大寨子 一个是瑶竹丁家寨上寨和下寨 还有一个是烂田上寨和下寨 这两大寨子的湾公茶地虽然位置都差不多 但是他们的湾公古树茶区别还是很大的 烂田寨子的湾公茶地的后面补种的小树茶非常多 有一半以上 所以他们的湾公茶口感还是品质非常一般 当然价格也会比丁家寨的湾公古树茶 价格会稍微便宜一点 在瑶竹丁家寨下寨除了湾公古树茶 还有一个茶现在市场上炒的比较热 而且价格也比较贵的 叫做凤凰窝 其实凤凰窝它也是在湾公茶区里面的茶 它的茶地是在湾公茶地跟白茶园茶地中间 山顶上 海拔相对湾公茶地会更高 其实凤凰窝的产量非常小 一共有六块地 其中五块地非常的小 然后凤凰窝的茶也是四家人拥有 其中丁家寨下寨有三家人有 丁家寨上寨有一家人有 喝一泡我朋友的湾公古树秋茶 湾公古树茶的汤色就是成这种金黄明亮 其实湾公古树茶的香气是比较特殊 而且比较好辨别的 它这种香气是花蜜香 然后当中又带着森林的那种野蕴 湾公古树茶的这种香也是浓于汤 茶汤入口绵柔 而且甜度比较高 茶汁也是比较饱满 湾公古树茶就是香膏水甜 不过今年的秋茶会稍微偏淡一点点 这里进去两公里左右是丁家寨上寨 我现在是在瑶族丁家寨上寨 刚刚在下寨喝完了湾公 现在上来上寨喝白茶圆 丁家寨上寨有四五家有湾公古树茶 其他的都是白茶圆古树 白茶圆的价格又会比湾公更贵 喝一泡白茶圆 白茶圆的茶汤金黄透亮 白茶圆的香气 花果香非常浓郁 而且它这种香气很羔羊 入口的茶汤粘稠饱满 而且层次感非常鲜明 它虽然是秋茶 但是它这个饱满度还是非常不错 而且它这种汤感非常的细腻 这个白茶圆秋茶 还是非常耐泡的 已经泡了四壶水 而且尾水的甜度非常高 好了 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点关注 点个赞评论一下 谢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